大家早上好 今天她没有一如既往 躺在床上 她下楼了 刚从床上下来 她想上楼把我闺女放进去了 我说姐姐去上课了 家里头没人 她听懂了 她就自己下来了 你看我老公今天在家呢 今天在家视频会议呢 我要准备吃的那个午餐 妈妈也去上班了 爸爸在家呢 你别 到时候爸爸别忘了把你放出去 那里要痛苦一天了 在家里头 上厕所什么人都没有 现在我正在上班的路上 看见前面又有一个卡车 里头装的都是烂菜皮 会不会是要倒在高速公路上面 不知道 就前面这辆车 今天的高速公路没有 刚才那个车子它是去倒垃圾的 不是的 今天没有 就是罢工 起义 没有 这就是昨天看到的同样的 高速公路 昨天我是站在这边拍的 下班了 我们到另外一家土耳其超市 来挑我最爱的辣椒 这种也可以的一样的 这个辣不辣 也辣的 是吗 这家羊肉好新鲜 我以前都是买另外一家的 看牛肉 价格还便宜 它根本就没有耳朵的 我在那边买23块钱一公斤了 到家了 到家了 我闺女躺在沙发上了 为啥躺在沙发上了 为啥躺在沙发上 她说 因为这个猫啊 她不肯出去 她怕 自己睡着了之后 猫在家里头狂叫 小猫猫 猫猫你要出去吗 要出去很喵 嗯 啥喵 叫一下呀 喵喵喵 那她是要上厕所了 不错 大家看一看今天晚上吃啥 羊排 我给她用刀背给她敲了 敲了之后腌一下 然后放过去煎 我闺女可以配上她的烧烤调料 是吧 东北烧烤调料吃 羊排现在锅里头煎了 我喜欢把这个羊排 用两胡椒粉 盐 还有橄榄油 给她揉一揉 然后放在锅里头煎 就像我这样煎 应该可香了 看上去就不错 可以把锅盖盖起来 因为表面熟了 它里头还没有熟 妈呀 我老公看见这个羊排 哎呀 你吃肥肉少一点了 他挑一个大的 这个也爱上的辣椒 辣 小心 这个是烧烤料 烧烤料 不是这种辣的呀 放了一点点 你要吗 他们看见肉就开心死了 看看是很多 一共是9个的 鬼女好吃吗 我马上就吃了两个 你吃一根带一个 两个头 对啊 这孩子喜欢 啃这个上面带 骨头上面带这个肉 肉给我了 他要吃这个骨头上面肉 就喜欢啃 真的是属狗的 看这个残猫 他想吃东西呀 但是我刚才给他羊肉他不吃 他现在吃这个了 来吃吧 他就要吃了 这是煮熟的猪肉 他一直在叫我 我一到厨房他就叫我 他要吃吃的 我来给你弄点水 弄点水 没水了 大家看这是什么 家人 这是我老公明天吃的 沙拉 拌在这个沙拉菜上面吃的 哦